5月8号,我们来对今天的市场进行一个总结 今天的核心就是大象起舞,银行旱见集体涨停 价值重估银风口 来看一下5月8号,A股放量上涨 成交额连续22日,突破万亿 从板块表现看,大金融板块强势拉伸 银行板块在线大象起舞 多个大市值银行旱见涨停 中特估受到越来越多的资金追捧 这里的中特估在前几期视频讲过 中国特色的估值体系 有中国特色的估值体系 好,这边我缩小一下 有中国特色的估值体系,这个中特估 大家还是再次强调一下 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个概念股 现在的苗头已经很明显了 好,我们继续看 上证指数涨了1.81% 然后报3395 深圳成值涨了0.4% 报11225 创业板涨了0.25% 报2273 这张图就可以看到 市场医院是上证指数最强 深圳成值和 深圳成值上证指数是最强的涨幅 深圳成值是和板指都比较弱 这个创业板指涨了0.25% 深圳成值是0.4% 上证指数一直堵秀吧 主要大金融板块一直在拉 好,我们看一下个股 上涨的公司是有2900家 涨停的59家 涨停的这个 从指数上涨1.81%来看 这个涨停的是比较少的 下跌1900多家 跌停了5家 然后市场人气再度回升 赚钱效应还是很不错的 这个图里面就可以看到 涨上涨的是比较多的 我们来看 成交额是1.14万亿 连续22个交易日突破万亿 说明市场上是资金流动是很不错的 从技术图里面看 今天放量反弹 重新沾上多条均线 这里就可以看得很明显了 上证指数的 这边应该是5日线 10日线 还有20日线应该都沾上去了 下面的我会在用禅论分析的时候 再继续讲 总体来看是 胆期的是量价齐升的态势 这里胆先有望继续维持强势 这个现在不做分析 我们继续来看银行板块吧 最厉害的是中国银行 竟然是涨停了 银行板块大幅上涨4.34% 接下来就是人员 电信服务 保险 也就是大金融 我们继续看下面 公用事业 上次强调的也一直在涨 从中国银行 中信银行 西安银行涨停 这个中国银行涨停 应该可以用火酒店来形容 就很少会 这中国银行 我觉得我 反正第一次见这个中国银行涨停 615年之后 好我们来继续看 这边还是在讲那个中国银行 高开高走 放量涨停 成交额 一只银行达到了41亿元 大家看一下这个走势图 不过这个大块头 我个人说一下这种大块头 涨停之后 高位横盘的概率很大 会回就跌 你说要它就再跌回来 我觉得可能性很小 但让它继续这样猛涨 我如果已经有买入的 那就恭喜了 我们来看一下中心银行也涨停了 三月份以来已经涨幅超过50%了 中心银行是在蝉子里面是出现了买点的 据2015年的历史高点 紧急不知遥 好我们来看一下 券商怎么看 东方证券 发布报告成 银行一级报 业绩低点 向后看 就是复苏态势明显 基本面压力逐步好转 伴随着宽信用稳增长 银行量价至在类的主要因素 有望逐步企稳 目前呢 他说估值是出于历史底部 后续基本面有望驱动板块 持续修复 维持行业看好评级 是看好的 我的看法跟这个差不多 不过我的看法不是按照他这个分析 我的看法是 美国的银行爆雷 中国的银行是 无论如何都要 都要 就是都要维持住的在股市上面 我们来看一下 李大肖说中特估 金融股是中特估理论的最佳实践 这一句话就讲清楚了中特估 金融股具备低估值的基础 又具备稳健的特征 因而金融股的大涨是价值回归的体现 这边给李老师点个赞 市场分析师说 商市银行基本面有望起稳回升 在中特估催化下 具有低估值高估值特征的银行板块 有望已经来充股机会 这个相当于涨了之后 回头看 觉得这个大家看一下 不用太当真 好 中国石油继续大涨7.65% 再创新高 三月份已经累计涨了65%了 可以看到这个中国石油 中资头最近的行情非常猛 这边还是维持我的看法 跟中国银行差不多 这种大块头 我觉得高位横盘的概率是最大的 目前来看 来看一下下跌板块的 医疗保健 消费 视频饮料 滥用 服装 就上个视频讲的 弱势的继续弱势 那就希望朋友们都没有买 都没有拿到这些东西吧 来这样 直接扭向 来直接看看这个图 可以看到金融 电信 工业 能源 公用事业 这几个行业是 资金是在进流入的 房地产是流出的 可选消费 也流出的最多 这个是今天的行情 目前来看 如果每天都有看视频的话 应该都知道 金融 能源 公用事业 最近 都是在资金 进流入 看一下涨幅 我也知道了 北向资金 我 那就 看一下 金买入20年5月就显到6日 保持小夫买入卖出姿态 并未出现明显的趋势特征 那也就是百相自己没有吃到最近的肉 好 今天的行情 收牌评价 就讲到这里 我们 接下来用 产论来分一下 A股的四大指数 我随便看一下 首先是 上阵指数 上阵指数 我们还是从日线图来分析 分析了日线图之后 分析30分钟的图 再看5分钟的图 从大小想看 从大相小看 好 上阵指数 这边 3395 差一点就破了3400 明天就看他破了3400之后 明天就看他能不能破3400 破了3400之后 力度怎么样 或者是成交量怎么样 好 这个是上阵指数 目前来看 他快要突破这个中枢了 从长轮的角度来看 也就是说 如果看他突破这个中枢之后 好 我这边来画一下 我的体型 再次突破这个中枢之后的力度怎么样 看一下跟这个有没有被迟 然后再看后面的分析 好 我们来看30分的图 看得更明显了 之前的视频已经讲过 再强调一下 好 这边是被拉回到这个中枢 拉回到这个中枢之后 又继续扩展 扩展之后继续再上 这边只显示到5号 我这边重新来弄一下 这显示到5月5号 今天走 现在显示了 这边没有鼠标操作的 有点不好 来看一下这边 我把这个图补齐 沿着这个继续上 30分的图就这样 可以看到一个中枢扩展 扩展之后继续上 那继续上之后 就看这个上的力度 就看这条线弹 什么时候结束 就是从这里 3326到这里 3395 到这里 它这个线弹什么时候结束 上涨的这个什么时候结束 那要看它什么时候结束 就要来看5分钟了 我们回到5分钟的图 5分钟也就是这一袋 3229到这个 3400 你看这一袋 这一袋之后 上次讲过 这边一个300 300之后就直接上了 300之后这个回调 回调 我们当时是有 三种预期 在这里形成一个5分钟的中枢 继续上 或者是 直接继续上 就是微信 直接继续上 或者是就向下 我迫这里 那它选择了 上次讲的第二种 就是直接一个V型 V型在上了 没有在这里形成一个中枢 那V型在上了之后 我这边把图补一下 好 哪个 在这里 好 这里 这里直接V型在上 那 再上 看一下 好 在上目前来看 就是这个密度是 对比这两袋 它的密度是 没有出现背驰的 看这个MACD也是的 这个指数更高 然后这里也比它高 就是MACD有没有被持的 那就继续让它看 如果你在这里三买 已经买了 那当前就是继续拿着 看它明天怎么走 这上阵指数 如果你已经在手了 就没什么操作 看就是也不用担心 就没什么 就是不用操作 看它明天怎么走 然后继续分析 好 这个是上阵指数 目前的状况 就是中枢扩展 继续持有 我们来看一下 深圳承指 好 深圳承指 图分尸图 全天在水上这边震荡 来看一下这个日线图 对 这个日线图 一直在强调 这里是一个小 收眼三角之后 在这个三角下面 在这里震荡 为什么 我这个就这样 没什么讲的 30分钟图 30分钟图也是的 依然在这个收眼三角下面 震荡 看怎么走呗 那深圳指数 上次说的要 就没有深 没有深破 这个应该是这里 30分钟图 缩小一下 看一下 看日线图 就是没有深破 这里 这个地方 120 12000之前 就不用买 没有什么好 好记录的点 30分钟图也是一样 它就在一个收眼三角 三连在这里 那让它市场 自己选择 选择了之后 确认 我们再介入 就是不见兔子不撒鹰 五分钟 看五分钟图 五分钟图 上次讲的 上次指数 是出现了一个三迈 所以就很强述的上去了 甚至只是没有的 就在这边 进行中枢震荡 我们来看一下 它在这边 可能会再形成 一个一分钟的中枢 其实已经形成了 一个一分钟枢 不过这个中枢 这个走势是没有完成的 走势没有完成 那也没有什么 好记录的 我就把这个图 画一下 这边 画一下 就是它 已经确认了 它目前是在这里 会形成一个 一分钟的中枢 那形成一个 一分钟枢 等它中枢 形成完了之后 再看怎么操作 这边改一下 好 这个是深圳成址 也没有记录点 我们能看一下 创业版纸 创业版纸 还是从大 往小看 从日线 然后看30分钟 看5分钟 创业版纸 跟深圳成址的 走势是一样的 只不过比深圳成址 还要弱一点 看到就是这里 看一下 给它放大一点 我今天没鼠标 就操作的 不是很顺手 好 这边就是 上领三角 然后向下 上领指数 跟深圳成址一样的 手领三角向下 这个也是的 我觉得 这个 没有什么好讲的 就跟深圳成址的 走势是一样的 然后这边 5分钟也是的 5分钟也是的 5分钟 比深圳成址 还要弱一点 深圳成址 未行 已经 先进一个 一分钟中枢了 这边呢 反正就是很弱势 创业版纸 我们来看一下 科创50的指数 科创50 你看 日显 日显的话 这边 中枢之后 这里 这里算一个中枢 那看日显的话 依然在中枢震荡吧 目前的情况就这样 我们来看一下 30分钟图 30分钟图 可以看到 它已经被拉回到 这个中枢了 拉回到这个中枢 也没有大跌 就在这里 那就看它 也是三种情况 要么就是扩展在上 要么拉出中枢 这边会停止一个 五分钟的中枢 然后下跌盘整 目前才看 没有可以记录的点 我们来看一下 五分钟 五分钟的话 可以看到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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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线 和操作的 级别太小了 应该是一分以下的级别了 也没有什么好操作 对对 那如果确实像操作的话 等它 等它至少要 要 再涨50点 涨到这个 1100左右 涨到10001左右 来考虑有可以记录的机会吧 好 这个是科长50 好 今天 那个 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见